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知识点的最后一部分内容 也就是第五部分内容 写一下企业战略联盟的管控 因为我们的辅导是应试辅导 不是谈旋说庙坐而论道 所以说所有的教学的讲解都围绕什么 应试这个目的 平心而论 教材所讲解的这一部分内容 企业战略联盟的管控 它所编写的这个内容的这样一个属性和现状 应该说这一块内容 它不是以初题进行考察 甭管什么题型 因为它这一部分表面的口水化比较多 重点并不突出 而且逻辑关系并不是特别清晰 正为如此 应该我记得是在前年 针对这一部分知识内容破天荒的 考了一道客观题当中的多项选择题 因为教材内容编写的现状 从而导致那道题目的争议比较大 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现状 我们对于这一部分内容 在复习备考时应该采取什么一个态度和策略呢 首先这一部分内容 它肯定绝技是考不了主观题型的 也就是说 重其量就是考客观题型 那么客观题型 由于教材表述的这样一个现状 初题人如果说非要出客观题型 考这一部分内容的话 它就会严格以教材的内容为依据 作为其出题的素材和蓝本的来源 因此对于这一部分内容 首先需要大家要理解 括号不需要逐字逐句去记和背 第二 需要大家对于这一部分内容反复的通读 特别是对于其中的一些特有的说法 具有特点的一些个表述 大家就为要关注 因为这些往往是会内嵌到客观题型的体感当中 作为你答题的一些个依据 线索或者说是提示 这就是对于这一部分内容 在给大家具体讲解之前 从应对考试的角度出发 来给大家的一些复习备考的策略建议 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讲解这一部分内容 虽然战略联盟能够兼顾并购战略 与新建战略的优点 因为它是一个中间道路中间状态 我在前面都给大家强调过这个结论 不再多说了 但是相对于并购战略 战略联盟企业之间的这种关系比较松散 如果管控不到位 可能会导致更多体现的并购战略 与新建战略各自的缺点 这就正所谓话虎不成啊 反类权 你本来是想兼具并购跟新建战略优点的 但是你如果管控不到位 做不到位的话 可能是更多的是体现了这二者的缺点 因此切实做好联盟定力和管理工作 是战略联盟实现其预期目标的关键 就是切实做好联盟的定力和管理工作 是战略联盟实现其预期目标的关键 也正为如此 上来先给大家讲解的是联盟协议的定律 联盟协议的定律 战略联盟通过契约或协议关系 生成是联盟各方能否遵守所签署的契约或协议 主要靠企业的监督管理 发生纠纷时 往往不会选择执行成本脚高的法院判决 或者说是第三方仲裁 都是联盟间的企业自己协商解决 这就是我说的 就是说即便联盟内有的企业不自觉 其实对他来说也不能怎么样 即便是有一些个举措也是不同的 这就导致了联盟内的一些不自觉的企业 它各自为政 缺乏统一协调的这样一个行动的意识 因此在定立协议时 需要明确一些基本内容 哪些内容四方面 严格界定联盟的目标 周密设计联盟结构 准确评估投入资产 规定违约责任和解散条款 就是哪些基本内容 这四方面内容需要大家呢 要有一个记忆 那么接下来 对于这四方面内容各自的内涵 大家要重在敏捷 对于内涵当中的一些个表述 要反复通读 对于一些个特务的说法呀 一些有特点的表述 那些提法 要有关注 防止其内潜到客观体感当中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严格界定联盟的目标 一些失败的联盟 往往是由于协议签订的过于模糊 既没有清楚的指出联盟目标和范围 也没有严格指出企业之间将如何实现优势互补的 如何进行协调联动的 因而造成了联盟的形同虚设 最终导致解散 这是严格界定联盟的目标 我们再看周密设计联盟结构 由于战略联盟是至少两家或若干家企业 各自以独立企业的身份在市场上进行合作 独立的企业的身份合作关系 如果不能周密的设计联盟结构 可能就会使这种合作难以奏效 因为你得设计出来这联盟结构 引导它或在这框架下来规范这种合作 你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框架来引导 来规范这种合作 这个合作它没有载体也没有抓手 所以说要周密设计联盟结构 第三方面要定立的就是准确评估投入的资产 应该说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要准确评估联盟各方的资产与资本投入 为什么重要呢 是因为大家是按照各自投入资源 来从联盟当中获取自己对应的那一份应得的利益 所以说尤其是对于股权式战略联盟企业 每个合作方投入都与股权占比 直接关联 这和后续的对应的获取的利益 直接关联 所以说要准确评估投入资产 至关重要 那么在评估过程当中 比较难以精准评估的 或者说通常忽略的就是一些个什么 无形资产或资本的投入 可能几方达成了一个战略联盟 其中有一方是科研院所 或者说有一方是技术建成企业 人界是以技术入股 或者说以技术方面的 对于战略联盟做出重大贡献 可能投入的那种有形的真金白银 来换来的有形的资产 相对来说比较少 那么此时对于人界所做出的 对于联盟的这种实质性的贡献 也就是说以这种微型资产 也就是这种技术来加入联盟 要做出准确的评估 给人相应的回报 不然的话人就不跟你玩了 这联盟就散了 最后一方面 要定立内容的就是规定违约责任和解散条款 也就是说如违约行为的生效条件 发生争执的解决方法 以及联盟期满后的虚约程序等 所以说按照刚才所讲 联盟基本上原则上不会走司法诉讼 然后仲裁基本上也不会采用 都是自己约定 这些都是一死自治 你比如说联盟当中约定了 有问题先协商协商不行 咱得仲裁都涉及到重大利益 也可以 只不过是通常他不会什么 采用成文较高的这种司法或仲裁 如果说是股权式区别联盟 大家都往里砸银子了 你说万一出现了一些纠纷 已经投入到那么多利益了 你还在乎重财 比如说这点小钱 所以说呢 就通常来说 比如说七月式战刃联盟 就签张纸 本来没什么成本 你有了事的时候还得重财 就花这成本 那不划算 如果说战刃联盟是股权式的 特别是合资企业 你动了较多银子的啊 一些个较多的利益 已经投入其中产生纠纷啊 涉及到相关企业的利益比较重大的 你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 就可以什么意思自制 这就是呢 联盟定立 那涉及到的四方面内容 哪四方面内容 是吧 要记住每一方面内容的内涵 要按照我所有的理解 以及对于其中的一些个表述 要反复通读 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一下呢 联盟的管理 联盟的管理主要是基于什么 信任 就是建立合作信任的联盟关系 就是联盟企业之间必须相互信任 并且是以双方利益最大化为导向 而不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导向 如果说你这联盟 达成联盟企业当中 其中某一个企业利益最大化 其他的企业利益什么 不是最大化 或无利可图 按照在经济社会当中 每一个企业都是理性经纪人的话 这个联盟呢 它也不会存在 也就是说达成战略联盟 是大家呢 觉得各自参加联盟的 都有利可图 都各得其所 这个联盟才得以存续 才得以运转 才得以发挥作用 所以说联盟的达成 必须使联盟内的各自企业 通过联盟都能够获利 而不是其中的某一个某几个企业 是吧 它单边获利 因此联盟企业之间呢 它必须什么 相互信任 而且呢 是要以利益为基础 作为智商 大家都得获利 所以说联盟的管理 信任最为重要 为什么说信任最为重要呢 因为一旦合作双方相互信任 则正式的联盟契约 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而且联盟关系呢 还将因信任而更加稳固 这句话是怎么理解呢 因为我们说了 对于联盟的管控 其实呢 教材呢 讲了两部分 一个是联盟的定力 另外是联盟的管理 联盟的管理 它为什么要从信任 这个角度来讲解 它为什么它不直接讲管理 它直接要说信任的 是因为战略联盟 你约定的事项再详尽 你也不可能把联盟存续期内 在现实竞争当中 可能遇到的情况 都穷尽 也就是说遇到了联盟当中 没有约定的事项 怎么处理呢 那就是靠基于合作双方的相互信任 以这个基础来加以什么处理 所以说一旦有了信任 正式的联盟契约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背后的原因和逻辑就在于 而且一旦这种相互的信任关系建立起来 联盟会更加稳固 而且相比国内企业间的战略联盟而言 跨国战略联盟中的相互信任更加难得 因为国内好在都是同种同族 大的这样一个社会文化企业文化还相近 你要是跨国 然后千山万水 彼此的文化还不想各自的 再加以信任 应该说就更加难得 更加难得 信任可以降低联盟伙伴之间的监督成本 大大提升联盟成功的可能性 是影响和控制联盟伙伴行为的最有效手段 所以说一旦彼此信任 就不用天天彼此盯着 可以节省的监督成本 提升的联盟成功的可能性 因为大家彼此信任 彼此达成了一种什么相的默契 信任可以成为企业有价值的 稀缺的难以模仿 以及难以替代战略资源 也就是说联盟间的企业间达成的信任 是这个联盟的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的 一个什么核心能力 一个竞争优势 对不对 你看有价值的稀缺的 难以模仿的 难以携带 这说的不就是核心能力竞争优势 所以说联盟内的企业间一旦达成信任 就成为了他们所达成的这个联盟的竞争优势 只有联盟企业之间相互信任 才能在联盟合作期间获取共同的竞争优势 你看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正式协议中不能控制所有企业的缺险 这些内容在前面都给大家讲解了 讲完这个之后 企业战略联盟的相关的理论务序内容的就都给大家讲解完毕了 针对企业战略联盟这个知识点 我最后在总体上回顾一下 这个知识点讲了五部分内容 我们是应试辅导 前两部分内容在今年考试当中被考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它是为后面学习做一些知识铺垫 第三部分第四部分是考试的重点 他们各自的复习策略不一样 第三部分讲的是战略联盟的动因 它的重难点在于怎么用 哪六方面动因 每一方面动因的内涵不难理解掌握 关键怎么用 第四部分战略联盟的两种话形 它是重在记忆 实际考试当中的就是考 直接还原本质上 题目并不难 第五部分 今年考不考 很难讲 但是依我的经验判断 今年对于第五部分考到的可能性依然很小 即便考就是客观题 那么客观题教材内容编写成这样 它就只能严格依照教材的表述来出席 所以说对于第五部分内容的复习背考 我们要回归教材 好了 对于这个知识点所讲解内容就到此完毕 那么讲完这个知识点之后 应该说 第三章第一节的全部内容就都给大家讲解完了 然后介绍了公司总体战略当中的发展战略 稳定战略 收缩战略 发展战略的三种实施途径 我们接下来呢 从实战角度出发 从应对考试的一些个知识点的奇寸和关键看节出发 对于第三章第一节 所讲的一些知识内容 如何更加深入精准的 对于一些知识点 从应对考试角度出发 从考试考察的这样一个套路和切入点出发 如何来进行相应的辩析 出于这样的一个教学目的 我们对于第三章第一节所讲的这些知识点 知识内容来给大家进行一下阶段性总结 第一节的阶段性总结呢 应该说包括涉及三部分内容 那么第一部分内容就对于我们第三章第一节所讲的 三种类型的发展战略 也就是一体化战略 密集应战略 多元化战略 他们各自的典型特征 来给大家进行一下归纳总结和辩析 那么第二部分内容呢 就是对于我们所讲的发展战略的三种实施途径 他们各自的典型特征 来给大家进行一下归纳总结和辩析 最后一部分 就是对于发展战略的三种类型 发展战略的三种实施途径 在国际化经营背景下的不同的应用情境 来给大家呢 进行一下归纳总结 我们接下来呢 就沿着这个思维导图的逻辑顺序 来对于第三章第一节的有关内容 来依次给大家呢 进行一下强调和提示 首先呢 我们来对发展战略的三种类型 如何在实验当中进行快速的辩识 来给大家呢 进行一下归纳总结 强调提示 也就是说 一体化战略 密集性战略和多元化战略 那这三种类型发展战略的是吧 快速的辩识方法 其中此处的一体化战略 着重强调的是纵向一体化战略 那纵向一体化战略呢 它是顺着基因电条 我们再给大家讲解这一章第二个知识点 一体化战略时 再讲到纵向一体化战略时呢 给大家呢 强调过 反复强调过 所谓的纵向一体化战略 就是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基因企业 沿着它所在的这个基因电条 这个产业价值带 这个产业链是吧 向上游或下游来拓展是吧 它的经营范围 来做大呢 它的经营规模 所以说纵向一体化战略 它是顺着什么 经营电条玩 而密集性战略呢 是企业自己玩 你比如说 这是这个市场 然后呢 这是市场当中信用的产品 在现有的市场 售卖更多的产品 是市场渗透战略 在现有的市场 推出新产品 就是产品开发战略 然后呢 针对新市场 我拿现有的产品 现在新市场去售卖 就是市场开发战略 如果说我在新市场售卖新产品 那就是多元化战略 所以说密集性战略 是自己玩的 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多元化战略 那么多元化战略呢 它是找新乐子版 也就是说这是新市场 然后我在新市场呢 售卖新产品 这就是多元化战略 这就是对于三种类型的发展战略 一种呢 在实现当中的快速的一种辨识方法 这大方向 就基本上就能够确定 我们接下来呢 对于密集性战略中 需要区别对待的两种场景 来给大家呢 进行一下 归纳总结 强调提示 我们先看一道题目 结合着题目 来给大家呢 进行一下总结分析 这是一道呢 单向选择题 振华家电制造公司启动振华服务包计划 为购买服务包的消费者 提供延长保期内 故障包修 维修费包免 难修复包换的新三包服 在制造企业或国家规定的产品保修期之外 通过延长家电产品的保修期 全面提升家电维修保障服务水平 振华公司实施的 总体战略类型属于什么 那442的答题方法 人家说的总体战略水平 那总体战略包括发展战略 稳定战略收缩战略 我们看选项 后向一体化战略 市场开发战略 产品开发战略 非相关多元化战略 也就是说 此时的这个总体战略 我们就可以把它换为什么 发展战略 因为四个选项都是发展战略 就是说振华公司实施的发展 战略类型是什么 那么我们把这个题目先读懂 也就是说振华家电制造公司 也就是振华公司 它是生产家电的 也就是说什么 它向这个市场的目标客户 来销售什么 它的家电产品 对吧 销售它家电产品 然后针对购买它家电产品的 这些客户 它推出了什么 服务包的这样一个服务 而且这个服务包的服务 它是有偿的 需要消费者要购买的 它向谁推出服务包服务呢 根据提案说的 它是针对购买它振华家电生产出来的这些个家电产品的消费者 这个市场当中的目标客户 来推出什么 有偿的服务包的这个计划 对吧 它是针对购买它家电的这个目标客户 它有包计划 也就是说它推出的这个有偿的服务包计划 就是针对镇华公司 它所面对的现有的这个市场目标客户来推出来的 也就是说还是面对着既有的这个市场 它推出了服务包计划 那么服务包计划就是 service package service package 服务包 这个服务包它是有偿的 需要花钱买 服务 我在前面反复强烈过 它是无形的商品 goods商品 它是有形的商品 所以说它推出这个服务包 其实就相当于推出了什么 一个新的无形的产品 而且这新的无形产品 要强调的是需要消费者去购买 而且它推出的新产品是面向它既有的市场 所以说就是在现有的市场推出了新产品 因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选择的是C 应该选择的是C 对吧 它不是非相关作业化 因为做的都是这种相关的事 而且也不是后向一体化 也没有到供应商的事 也没有开拓新智商 还是面对它既有的目标客户群体 所以说选择的是C 那么在此处要给大家强调如下几点 就是首先我反复强调的这个goods 它是有形的产品 Tangible 而这个service老五 它是什么 Intangible 是无形的产品 所以说服务跟产品 其实就是有形和无形之分 本质上这个服务 它也是一种产品 好了 那么在这前提下 我们来说 在实战当中需要区别对待两种情形 也就是说当这个服务包 它是对外有偿出售时 企业研发出一个新产品 但不是说钱多烧的 它研发出新产品的 它为的是售卖实现商业价值 所以说当这个服务包对外有偿出售时 面对现有的市场 这是产品开发战 如果说这个服务包是无偿赠送的 就是说随附加电产品 这加电产品对于郑来说 是它的主打产品 对吧 当服务包是随附加电产品的免费赠送的 此时 这就跟我们在前面之前给大家讲的题目一样 我 超市销售牙膏 超市销售牙膏 除了改进包装之外 还搞一些个促销的 一个附赠的一些个小礼物 为的是什么 能够让这个主打的牙膏 什么这样一个产品 能够尽可能多的售卖 这就和我们前面 做给大家讲的和秘境战略相关的那道题目一样 也就是说这个餐馆你可以点餐 在我这吃 也可以说拿着菜谱和食材 我给你做 这是免费的 但是 要你亲自要抖手 厨师在旁边给你这个 这个指导 学厨艺 这时要付费 所以说如果服务包是随附家战产品 免费赠送 那么此时 则为什么 市场渗透战略 也就是说这个服务包 就相当于卖牙膏 我除了改进包装之外 我还促销附赠小礼物要免费给你 为的是这个主打的牙膏多收买 如果说服务包是免费赠送的 你买我这家电 我就免费 随赠给你 其实是为了促进这个主打产品 家电产品更多的销售 这其实就是市场渗透战略 此时服务包是促进在线用市场 更多的售卖主打产品的一种手段 如果说是对线用市场有偿扶手 则就是所谓的产品开发战略 这些应该说呢不难理解 在前面之前的一些个客观真体讲解当中 都涉及到过 比如说是牙膏 改进包装 促销附赠产品 包括我们所说那个餐馆 你可以点餐 你可以自在食材 菜服务给你做 你可以是吧 交钱自己呢 亲自掌勺呢 大师傅 说中大师傅 教你厨艺 那个是要花钱的 钱面是免费 那么钱免费的 其实就吸引更多的人 来餐馆去吃饭 所以说在实战当中 对于密集型战略 要区别对待这两种情况 关键看 它推出来的产品 是有偿出售 还是什么 无偿的配送 我们接下来呢 在对于横向一体化战略 与市场开发战略 这一对战略 来带领大家呢 进行一下辩析 那有的学生说 横向一体化战略 与市场开发战略 这两种类型战略 就乍一看上去 是比较好区分的 怎么还要对其进行变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 横向一体化战略 它是可以获得新市场 市场开发战略 也可以获得新市场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 这两种类型的战略 他们之间如何来进行 辩析区分 乃至在实战考试当中 来进行什么 相应的确定 到底案例当中 所表述的这种经济行为 我是把它断为 横向一体化战略呢 还是将其判断为 市场开发战略呢 既然是横向一体化战略 按照惯常的考法 就是什么 不能打空拳 面向同业 同业未必是什么 直接竞争对手 所以说我们来看 A国的假公司 B国的乙公司 假公司跟乙公司是同业 但是假公司乙公司 都在各自国内玩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 OK 是同业 那么假公司 A国的假公司 把B国乙公司给收了 Acquisition 收购了 那么此时 那么此时 这毋庸置疑 肯定是个横向一体化战 满足那三要素 但是 假公司把乙公司收了 乙公司在B国 它是市场 就像赔价一样 就什么 归到什么 假公司名下了 假公司跟乙公司又是同业 那么相对于假公司来说 它又开拓了市场 此时 是不是又符合市场开发战略定义 因为他们同业 做的产品都一样 所以说站在假公司的这个角度上 他完全可以说 我的产品可以达到了B国市场 因为他们同业做的产品都一样 此时 这两种战略如何区分 如何辨析 如何判断 这两种战略的本质区别 其实就是在于什么 研究分析的视角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种类型战略 在狭义上是存在不同 横向一底化战略 是通过并购同业 是我刚举例的 也可以是和同业建立战略联盟 直接获取他人现成的市场 作为自己的新市场 咱们打一个粗俗的举例 我一般在讲 可是尽量不说这种 所谓抓远球 用噱头的例子 但是这个形式是为实质服务 咱们所说的话 都为教学目的服务的 我说一个粗俗的例子 这就相当于什么 进门就当爹 拿现成的 直接获取他人现成市场 作为最新市场 我通过并购同业 和同业建立战略盟 直接获取他人市场 进门就当爹 市场开发战略是什么 是依靠一己之力 一点一点的传新市场 所以说靠自己的努力 生自己的孩子来当爹 所以说从侠一看 这二者是有区别的 那广义上是趋同的 为什么广义趋同呢 因为这个经济行为 就是那么一个经济行为 就企业通过并购同业 或者说是建立战略联盟 你比如说这同业位于国外 然后呢 企业通过并购同业 和海外同业建立战略盟 直接就获取了什么 海外的现成市场 现成市场 这个经济行为 就分你从哪个角度看 你要是从手段上看 它对同业下注说 就是属于一体化战略 横向一体化战略 你要是从 这个经济行为的 最终的效果结果看 它是属于市场开发战略 因为它最终得到了 市场的这个实惠 新市场的这个实惠 这就正所谓横看成岭 侧成风 就是经济行为 还是经济行为 就是看你从哪头看 你从手段看 它就是对同业下注手 那肯定是横向一体化战略 你看最终的这个效果 它得了新市场好处了 那就是市场开发战略 这就是呢 横看成岭侧成风 但是经济行为 还是那个经济行为 所以说是广义趋通 你要非杂本滋味 那狭义上是存疑 就是那个粗俗的例子 一个是进门就当地 一个是靠自己努力当地 我这个总结 不是空穴来风 我在前面也给大家 反复强调过 就是说我在课上 虽然手舞足蹈 讲得那么热闹 没有任何一句话 是我自己意思的表达 我都完全是以 中助协的官方教材 和官宣的 对外公布的试题 和先用的参考答案 作为给大家进行教学的依据 也就是说 我没有自己的对错 我的对错标准 就是中助协的教材 和官宣的真题及答案 所以说我刚才总结这些的依据 是有中助协的历史真题 作为支撑的 就是2014年的一道多选题 甲公司是M国的一家电子商务公司 2006年甲公司收购了 N国的一家从事电子商务业务的乙公司 从而正式进军N国 甲公司收购乙公司 涉及的发展战略类型有 M国的甲 M国的甲 N国的乙 甲把乙 给收了 那甲公司收购乙公司设计的发展战略类型有 多选题 对同业下毒手 没有打空拳 未必构成直接竞争关系 这就是横向意地发展 正式进军N国 442答题方法 关键词核心字字 字体行间 寻意词 诸词马迹找线索 正式进军N国 就说明通过这个行为 甲公司进入了N国的市场 它得到了新市场 所以说从最终的效果看 这是一个市场开发战略 当年度官宣的试卷的官方参考答案 就是A和B 这是给刚才大家经总结的 这样一个依据 我们接下来 在对于纵向一体化战略 与多元化战略 这一对战略 来给大家进行一下变析 这对战略的变析 我在前面给大家讲 相关支援内容是 已经进行了相应的剧透 也就是说我们所研究的基准企业 当其实施纵向一体化战略时 也就是说将其的基金领域 拓展至其所在上游领域 拓展至其所在的下游领域 好了 上游领域也好 下游领域也罢 相对于基准企业所在领域而言 是不是也是在新市场提供的新产品和服务呢 我在前面讲解是剧透时给大家正面回答 确实算 也就是说我上游领域下游领域 相对于基金企业现在所在领域 的确是什么 是新市场新产品 从本质上讲是符合多元化战略定义 也就是说这在本质上来说 我把领域拓展至上游领域 我把右拓展至下游领域 是多元化战略 只不过这种多元化战略 它是沿着企业所在的经电条来实施的 因此我们将这种沿着企业经链条 所实施的这种特殊的多元化战略 把它为之为 命名为纵向一体化战略 所以说这就是这两种类型战略的 它的变系就是可以将纵向一体化战略 看作是多元化战略的一种特例 也就是说当新产品新市场 位于经营链条时 我们不将其称之为多元化战略 而是将其称之为纵向一体化战略 这就是给大家对于发展战略的三种类型 一体化、密集营、多元化 它们之间的变系进行总结 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一阶 阶段性总结的第二大块内容 就是对于发展战略的三种实施途径 相关内容来给大家进行下归纳总结和变系 总体发展战略包括一体化战略 密集营战略和多元化战略 这三种类型的发展战略 对应着三种主要实施途径 分别就是外部发展兵购 内部发展新建和战略联盟 在此给大家强调一点 根据咱们的教材只有发展战略 才会有实施途径 也就是说总体战略当中的稳定战略 收缩战略它是没有实施途径 教材没讲 每类具体发展战略的类型 在不同的商业情景下 可采用各自对应的实施途径 这是对于第一节阶段性总结的第二块内容 要给大家归纳总结的相关内容的一个总说 一个就是说三种类型的发展战略 对应着三种实施途径 这三种实施途径如何判断 一会给大家归纳总结 然后接下来会给大家归纳总结 就是每一类的发展战略 就一体化密集型多元化 其中一些主要的发展战略 在不同的场景下 他们各自对应的实施途径是什么 也会给大家惊吓 归纳总结 好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发展战略三种实施途径 在实战当中的变系的这样一个逻辑思维图 这个判断起点就是题目要求 题目要求让你根据案内信息来判断一下 案内企业它的发展战略实施途径是什么 这是题目要判断起点 那你就问了 根据题目给出的信息 那么案例的恨音企业是自己干吗 要是自己干就是新建 要不是自己干 那是买现成的吗 要是买现成的那就是并购 如果说不是买现成的 是找搭伙的吗 是找搭伙的 那就是战略联盟 也就是说在实战当中 对于发展战略的这三种实施途径的判断的啊 这样一个 逻辑先后顺序 就是按照这张动态图来展示的啊 你进行啊 逐一判断 就能够判断出相应的结果来 这样的一个判断的逻辑过程 无论是设定的场景在国内 还是说在国际化经费底下都适用 我们接下来呢 对于发展战略的三种类型啊 也就是一体化战略 密集性战略和多元化战略 他们各自对应的可能采用的实施途径 来给大家呢 逐一的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 我们首先看呢 纵向一体化战略 当企业实施纵向一体化战略时 其可能采用的实施途径啊 包括内部发展 外部发展 或者说是战略联盟 对此呢 来给大家呢 展开讲解一下啊 也就是说 纵向一体化战略 其实说的 将自己的经营范畴 拓展至上流领域 或者说是下流领域 在这过程当中 企业可以采用的实施途径啊 按照我们前面的散落在各个知识点的讲解 基准企业怎么样 可以在上游领域 自己是吧 成立一个全资子公司 从而呢 将经营范围呢 拓展至上游领域 是吧 将其什么 并购啊 这就是呢 外部发展并购 这一实施途径 那基准企业 也可以与上游企业呢 来达成战略联盟 对于上游企业 是这样 那么对于下游企业 一辅如实 啊 这就是说呢 当企业实施 纵向一体化战略时 其可以采用的实施途径 啊 这三种都可以采用 可以自己内部发展新建 也可以呢 将上游领域企业呢 将其收购 也可以呢 与上游企业呢 来达成什么 战略联盟 对于上游企业 这下游企业呢 一辅如实 这是呢 纵向一体化战略 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横向一体化战略 那么横向一体化战略 它的实施 可以采用的 途径 按照 常规意义上的 横向一体化战略 要满足三个条件 就不能打空拳 对象是同业 同业呢 未必构成职业经营关系 所以说 横向一体化战略 它所对用的实施途径 如果说是常规意义上的话 不能打空拳 对象必须得是同业 同业未必构成经营关系 那么此时 常规意义上的 横向一体化战略的实施途径 咱们所研究的基准企业 可以将什么 同业呢 并购 也就外部发展并购 也可以呢 和咱们的 基准企业的同业呢 达成战略联盟 也就是说 一般意义上的 常规意义上的 横向一体化战略实施途径 是涉及到什么 这两种 也就是说 外部发展并购 和战略联盟 对于横向意图 战略 在前面呢 也给大家归纳总结过 也有呢 在实际考试当中的 一种特殊情绪 也就是说 是什么 是强调什么 自身的什么 这样一个规模 强调自身的这样一个 做大做强 也就是说 加强上自身的这样一个 基础设施建设 而并不是什么 直接的去说 我去拓展什么 市场 而是呢 一方面苦练内功 加强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 或者说呢 就从规模这一端 来强调的 我规模扩大 按照在实际考试当中啊 对于横向一体化战略 所考察的这种特殊情景 通常都是企业 来自己什么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比如说啊 在哪些地方呢 成立十几个生产基地 然后呢 企业自身呢 从规模这一端 我自己呢 设立了啊 多少家是吧 子公司多少家呢 连锁店 所以说 对于特殊情景下的横向一体化战略 它的实际途径 也包括是吧 内部发展新建 那所以说横向一体化战略 综上无论是常规情景 还是考察的特殊情景 这两种情景 放在一起来看 横向一体化战略 它对应的实际途径 也是三种 内部发展新建 外部发展并购 或者说是战略联盟 我们接下来再看多元化战略 那么多元化战略的实施 同样也可以呢 采用三种实施途径 也就是说我在新的领域 自己成立一个子公司 我将新的领域当中的 这个企业呢 给并购了 或者说我要进入一个 全新的领域 实施多元化战略 我和这全新领域的 里面的企业呢 达成战略联盟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当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时 三种实施途径的 它也可以什么 都采用 所以说接着到目前 一体化战略 横纵 多元化战略 这两种类型战略 它所对应的实施途径 这三种都可以使用 其中比较特殊的是 横向一体化战略 要具体区分的是一般情景 还是特殊情景 如果说一般的常规情景 它就是对应的 外部发展并购和战略联盟 如果特殊情景的话 是自己建立生产基地 自己来创建的 联统建自身把规模作大 这就对应的是内部发展新建 三种类型的发展战略 现在咱说完了一体化战略 说完了作业化战略 最后咱们看密集型战略 密集型战略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过 是企业自己玩 企业到底如何自己玩 要具体题目 具体分析 因为呢 涉及到密集型战略的一些实时途径的判断 如果说题目出不好的话 给的信息 如果说表述不够严谨的话 容易造成判断起义 也正因为如此 涉及到密集型战略的实时途径的判断 在实际考试当中显被涉及 这就是呢 给大家讲解的啊 第一节的阶段性总结当中的第二部分内容 我们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讲解一下的第一节啊 阶段性总结啊 要给大家归纳总结的啊 第三部分内容啊 就是呢 第一节所讲解的啊 这三种类型发展战略啊 第一节啊 所讲解的发展战略的三种实时途径 在国际化经背景下的应用 总体发展战略啊 在国际化经背景下的应用 因为涉及到跨境 涉及到不同国家之间 看上去显得比较复杂 但是呢 这个知识的原理和判断的原则呢 不变 我们只要找准的找准的是吧 相对的这种产业关系 也就是说是这种上下游关系啊 还是同业关系等等 就不难判断 也就是说 国与国之间 你就把它想想成什么 同一个国家的省与省之间 其实呢就不难理解 那所以说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将考试当中的 常见的一些案例啊 所设定的一些国际化经营背景下的啊 有关发展战略类型啊 有关发展战略的三种实时途径的应用啊 来给大家呢 进行一下相应的归纳总结 首先呢 我们来看情景一啊 国内的红色五角星 这是我们研究的基准企业啊 然后国外的啊 这样一个四角星啊 是在产业上 是和咱们国内所研究的这个基准企业呢 是它的同意啊 也就是说呢 各在各自的国家呢 来发展啊 也就是说 国外的那个四角星啊 淡天蓝色的 是咱们国内的红色五角星研究基准企业的同意 好了 如果说 咱们国内的这个企业 将它国外的同意是吧 给并购了啊 收购了 或者说咱国内的企业和国外的同意 达成的战略联盟 通过这两种实施途径 实施的是横向物体化战略 那这是呢 发展战略三种类型 以及发展战略三种实施途径 在国际化经费底下应用的第一种情景 我们接下来呢 看第二种情景 第二种情景呢 相对来说呢 稍微复杂一些啊 就是说 如果说咱们国内的企业 国内企业 对于位于国外的上游领域 在上游领域怎么样 要么是自己新建一个子公司 比如说是SE 为什么我用S代表呢 就英文subsidary 子公司的意思 也就是说咱们国内企业 如果说在位于国外的上游领域 自己设立了一个子公司 此时就是采用新建的方式 来实施了后向意地化展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咱们国内企业 将位于国外的上游领域当中的 某一家外国企业 给收购了 百分之百控股了 那么此时位于国外上游领域的 这个被收购的国外企业 那此时也变成了咱们国内企业的这个子公司 还是用S代表 那么此时就是采用并购 这种实施途径 实施的也是后向意地化展 那么同理一个硬币两个面 如果说咱们国内的企业 将位于国外的下游领域 在位于国外下游领域当中 自己是吧 设立了一个子公司 就S2 或者说呢 咱们国内企业 将位于国外的下游领域当中的 某一个国外企业 给收购了 百分之百收购 百分之百控股 那么此时呢 位于国外下游领域的这个国外企业 被收购的企业 也成为咱们国内企业的 是吧 这样一个全资子公司 这其实就是咱们国内企业 使用新建 使用并购 这两种实施途径 实施了前向一体化展 实施了前向一体化展 这是第二种情形 那么第三种情形的 和第二种情形的 大同小异 但是实施的手段的 并不相同 就是咱国内的企业 和位于国外的上游领域的企业 他们之间达成了战略联盟 那么战略联盟之间的关系 是合作关系 也不是竞争关系 也不是谁控制谁的关系 所以说 位于国外上游领域的这个企业 我用的是字母A来代表 就不用S了 因为他们之间没有 把子公司控制被控制关系 所以说如果说咱们国内企业 和位于国外的上游领域企业 达成了战略联盟 这就是通过战略联盟这种途径 来实施后向意体化战略 那么同理 如果说咱们国内企业 和位于国外下游领域企业 达成了战略联盟 这其实实施的就是前向意体化战略 这是第三种情形 我们接下来看第四种情形 如果说是中方企业出口 也就是咱们国家的企业向国外出口 咱们中方的这个企业和国外的这个B公司 达成一个协议 就是说呢 我出口东西给你 你作为呢 是吧 我向你所在国进行出口的什么 这样一个总代理 那么站在B公司 站在B公司所在国角度 它是进口 所以说B公司其实充当了 从国内这个企业进口东西 在他们所在国的是吧 进口总代的这个角色 也就是说 国内企业这个商品 出口 export 都卖给国外的B公司 国外B公司在运用他所在国的一些销售渠道 再去销售这些商品 所以说B国公司位于咱国内公司的下游 也就是说咱们国内公司和位于下游的国外的B公司 通过达成这种进口总代的这样协议 也就是通过战略联盟这种方式 实施了前向一体化战略 我们接下来再看最后一种情境 第五种情境 中方企业不是出口的是进口 也就是说 国外的A公司想把它的产品往中国市场去销售 然后呢 国外的A公司和咱国内的公司达成协议 就是什么呢 我把东西都卖给你 卖给咱国内的公司 然后你利用在中国大陆的销售渠道给我销售 也就是说 咱们国内企业扮演了 A公司向咱国内销售商品的这样一个进口总代的角色 他都卖给他 他在国内销售 通过达成这种合作协议 这个合作协议就是什么 咱们国内的公司和位于他上游的公司达成了战略联盟 这其实就是什么 通过战略联盟这种实施途径 所实施的后向一体化战略 因为是国外的A公司卖东西给咱国内的企业 所以说A公司位于咱们这企业的什么 Upstream上游 所以达成了进口总代的这样一个协议 所以战略联盟实施的是后向一体化战略 这就是发展战略的三种类型 发展战略三种实施途径 在国际化经济背景下 考试当中常见的五种应用情景 来给大家一并的进行归纳东西 包括涉及到的发展战略类型和发展战略的实施途径 应该说在实际考试当中 无论是专业阶段也好 还是综合阶段也罢 初期的这情景不会出咱们总结的这个圈 好 讲完这个之后 第一节的阶段性总结的三部分内容 就都给大家讲解了 应该说第一节的阶段性总结的内容 讲的都是精华 讲的都是考试出题人常见的考察的 知识内容的七寸和关键看节的地方 所以说对于第一节的阶段性总结 听我讲完之后 强烈建议广大学员在线下课后 再仔细的回味一下 再及时的复习和鼓舞一下 好了 第一节的阶段性总结讲完之后 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对外部发展并购 内部发展新建 和战略联盟这三个知识点 历史上曾经考过的比较经典的 有代表性的客观阵体 来逐一的给大家呢进行一下相应的讲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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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